再休息一下 直播中卓榮泰宣布休息 两个小时空白 为何只见赖青的独缺蔡英文 中央党部有没有通知我到现场 我没有接到任何的 关于这个的讯息 现在变成罗生门 鹰派矛头指向卓榮泰 偏袒赖青的阵营 才让原本该过的提案再添变数 卓榮泰脸书还原过程 说在22号终止会前 就先找来两边阵营 说会议很潮会中途休息 不过终止会惯例很少动用表决 这个僵局希望两边再讨论讨论 此时林俊仙把赖青得找来了 卓榮泰随即请林喜耀赶快联络蔡英文 接着两边讨论第三方案 林喜耀回答 我们必须多点时间来研究 要请赖青的院长 来向大家做报告 会后跑到党中央开记者会 赖青的IP动用党的资源 卓榮泰自己认错 不过会中传出 卓榮泰先前用辞职 逼赖青得出面提出新方案 说要是不来 换人主持会议 赖派更难获得支持 目前的民进党 是集体决策 不是像国民党危险时代 所谓党主席一人决策 我想这要很清楚 所以中央会二十四个中央委 那么联署的提案 党主席身为会议的主持人 他就必须要尊重 卓榮泰力保赖青的方案加入 即使还原的过程 但打乱早该收拾的初选战场 无法平息 两派纷扰 三天新闻郭一轩 陈教文这个报导